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会员企业的对象 事业环境状况问卷调查结果 预计今年不投资 预计减少投资的消极回答 是占47% 这个商会 它总共的就是 如果是日本的工厂 还在中国现在 继续营业的 有871间 非制造业 即是零售 可能开乌冬店 或者做零售的 一共有539间 它收到约1400间 有效的回答 从文卷上高 它看到 中国的日本企业的警方认知 继续处于严峻的形势当中 就是生意艰难 特别是华南华中西部地区 较为严重 预计今年的投资额 和不投资 或者减少投资的回答是五成 预计不变的回答是四成 即是继续投资 保持不减少的是四成 那你就看到 不是我们想象中 那么多美国和日本的企业 是厉害的 因为离开的一般来讲的大企业 就是最新好像三菱已经完全撤出了 那当然还有就是丰田汽车 丰田汽车也都执包袱走 这些大企业走的 那他们才是一些叫做纳税啊 或者请很多人 但是对于中小微企 他们落地生根 在深耕在中国很多年 有些甚至在日本 其实他们已经没有本业的了 那如果你们叫他今天离开未必得 而最重要的八百几间工厂 那你说会不会大规模工厂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这些工厂他们得力的第一就是希望做到就是中国的市场 第二也都因为在中国落地生根了 接到大量的日本订单 所以他们连根拔起是很难的 之前由安倍晋三和由特朗普推动的 就是说资助日本的企业离开中国 所有的搬迁费都由日本承担 这些对于大企业来说 比较有吸引力 但是对于这些中小微企 他们最在意的不是什么 不是 不是你的搬迁 而最在意的就是市场 所以你也都看到 很多东西并不如想象中 哎呀大家在这里不停地说 中国落了中国落了 外资走啦外资走啦 事实上你看到 德国的商会 尤其是做汽车行业的 他们不肯放弃这个大蛋糕 因为在这里赚开钱 其实这个也那个惯性 这个也都是什么 这个也都是一个所谓的我习惯了 这里已经有了所有的设施设备在这里 所以要走不容易 要去到第二个地方重新开始 适应更加困难 而中国是有大量的熟练工人 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不是帮他说话 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以前我们在八九十年代回大陆 到九十年代尾 我见过一些台湾人香港人培训工人的艰辛 那你说大陆而已 去到第二个地方是不是 是一样 培训工人 一些好像机械式的工人是相当困难的 第一 很多 为什么那些第三国家 或者东盟国家 他们相对是比较懒散的 自由关 你要他们机械式操作很难的 就是等于当日中国的农民工一样 我见过好像军训一样 早上要做早操 台湾工厂最喜欢的 日本人要领导一起下来跟你在餐厅那里 即是食堂那里一起吃早餐 这些已经是成了一个惯常 而做早操的时候 是连台湾人自己的主管都要一起做的 然后还要每天早上训话 讲话 然后还要有所谓的纪律的一些人员 就是以为好像在共产党那样的纪检 去确保到他们做事不偷懒 那些东西可以正正常常 其实是从来都是 所以看到这篇报道 我一点都不惊奇 那你说外资是不是走了很多 是 但是中小微企 他们要走的时候 就不是只是要搬走一间厂 而是这个是一个市场问题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最终share订阅科金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patreon 但比方天哪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其实不单只是日本 你看到台湾人都是 很多人在福建也好 在上海也好 在温州 在浙江 他们都已经落地生根 不单只是在那里做事 有些已经是娶妻生子 甚至小孩都在那里上学 是相当困难的 就像我以前 在大陆做事的时候 深圳台商协会的会长 他自己的儿子 都要托我们 这些人士在大陆 找一些比较名校在那里就读 甚至他的儿子都在大陆娶了老婆 所以世界工厂 你看到 预计当中 应该还有一段 不断的路程 而最重要的就是取代世界工厂 好像越南也好 印度也好 他们是组装的 他们未到核心技术 其实很多大陆工厂 他们因为要避过 避过美国加征的关税 他们变成了越南製造 变成了印度製造 但是他们好像你做一部 所谓的 所谓的一个对港机那样 那个壳是你越南生产 是你印度生产 但是它里面的零件 它里面的核心 这些这样的配件 其实都是中国製造 但是它要合乎越南的制造 中国做好了这部分 然后就运去越南 越南就再加上个壳 然后包装出口 这个时间不是说你三年 五年就可以取代中国的 因为中国实际做了四十年 又不会做到 接着到产业链的原备 去做了接近二十五年 去到零六年才真真正正 成为世界工厂 就是说由一九八几年开始 做足二十年 那你其他那些国家 行不行 还没行 所以你也都见到这份调查报告 也都说了给日本商人听 他们现在撤离 他们不现实 就是这样的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